开始就从机器的右半部分开始讲起 这台机是KF94一托一全自动口罩机 产能是每分钟120片可以稳定生产 机器的右半部分是四个料卷 分别对应的是内层、熔喷、中间层和外层 一共四层布料 这个是膨胀轴 这一排是张力控制器 有自动的张力控制器和手动的张力控制器两种 看客户自己的选择 这一组机构是鼻梁机构 这一组是外焊接和外切刀两组机构 主要的功能是来制作口罩的内边的焊接和切 这两条边的焊接和切断 是前面这两组 中间这一组是窝边结构 通过它来折叠KF94的形状 后面这一组是外焊接和外切刀两组 分别对应的口罩就是这个边 这个边的焊接和切刀 那么打片机呢 有几个亮点 首先第一个打片机我们是全自动调节的打片机 我们拿这个边的位置为例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边的位置是正确的 我们再去观察这个边 这个边呢 它现在的位置就发生偏差了 那么整机对应的五个环节 鼻梁 外焊外切 内焊内切 整机的调节都是通过机器的PLC控制来自动调节 我们现在演示把这条边调回来 好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边 还有这条边 已经通过调试调节回来了 那么我们整台口罩机的这五个环节呢 全部是通过电脑速控来进行调节 正能自动化的调节 第二点呢 第二点呢要说一下我们整机的超声波 整机的超声波呢 我们现在机器有四台超声波 每一台超声波都是用钛合金的材质 超过耳带机 耳带机的超声波呢也是钛合金的材质 那么钛合金的好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超声波的数值 这是机器的第一台超声波 它的功率呢是3200瓦 我们现在启动一下 看一下实际上使用的功率 只要看这个数值 好我们实测功率应该是147瓦 那么钛合金的好处呢就是它有更好的传导性 那超声波大功率呢 能够保证机器长时间运转 不产生负载 它的超声波实际使用功率不超过10% 3200瓦的超声波 3200瓦的这个传感器 动用转向器 3200瓦的钛合金牛头 那这个机器在拿回去使用的过程中 可以24小时生产 不用担心超声波发声复载 那第二个就是打片机我们的结构 那能看得到我们现在每一个主要的结构都是采用独立的四伏电机来驱动 它的好处呢就是第一个跟齿轮机对比 齿轮结构不论是齿轮还是传送带 你在长时间运转的情况下呢 它的传送装置会产生偏长 也就是齿轮会松 皮带也会松 链条也会松 那么口罩机上面每一个传动的松动呢 都会反映到口罩上面的这个具体位置上 而且一旦长时间生产 链条产生的松动 人工是很难去调节的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口罩机使用寿命不长 在用了一两个月之后 口罩的精密度不够 主要原因 就在它的传动装置上 那么我们现在整机呢 每一个独立的步骤 都是采用独立的定机进行驱动 来保证 这种机器你用一年用半年 它都不会因为变数 不统一 传动松动 对应到口罩不稳定上面 也就是说你打一年 口罩也不会产生偏差 这一组呢是我们的翻边结构 翻边结构呢 我们上面有三个口罩的储备料 有三片口罩的 前面一个进料 后面一个出料 整个是转轮式的 那么这一组是我们的耳带机 耳带机 耳带机包括 或我们的打片机 整体的四伏电机 全部都是总线 总线的电机 总线的PLC 总线的好处呢 就是能保证 这个 所有的马达转速 它的反应时间是足够的 第二个它不丢布 在长时间稳定的情况下呢 总线的不良率 要大大的优于脉冲一类的电机 反应速度更快 更加稳定 动作更加精准 那么耳带机呢是 14伏耳带机 14伏耳带机 配着内耳 口罩出来的时候呢 全部都是 拨好边的 这个口罩的形状 加了折耳装置 对有折耳装置 那现在机器呢 稳定在120片 是没有问题的 咱们现在开机演示一下 咱们现在开机演示一下 随备 一边的 雨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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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放入冰箱